好 看到是萬華分局這位員警 竟然是騎著警車在那裡有啪啪燥 現在這位後座的代人正妹也遭到起底 過去她曾經跟歌手高高爾及跆拳道國手朱木炎 傳出飛聞 也曾經介入別人家庭當寫小三 甚至被控告妨礙家庭 袁佩現在也出面控訴說開庭的時候 這女子呢 帶著現任男友 也就是這員警王彥尊來 甚至找了黑衣人助陣 不斷的嗆聲 囂張打人 法律規定判刑超過三年以上的刑事案件 要有辯護律師 這都是律師的基本常識 不過這位律師出身的行政長蘇貞昌 現在卻批評要為陳同家案 來辯護的律師陳長文 或他所屬的律師事務所是魔鬼 陳長文現在投書反擊也反奉 如果說要按照蘇貞昌的標準 那麼還記得嗎 二十年前為陳靜新案 來辯護的律師謝長廷 難道他也是魔鬼 2020藍綠選戰 關鍵最後倒數了 行政長蘇貞昌 現在提起了執行死刑 但是我們要回看一下 過去蔡政府對死刑的態度 總是勾喊司法改革 唯一一次執行了死刑 也就是在九合一大選前的85天 就這麼巧 都是在敏感的時機來提起死刑 來年就指望說 早不說晚不說 總是選在選前才說 難道是想用死刑犯的血 來換選票嗎 韓國瑜的清靈之旅 25號來到了雲林希羅 身為希羅女婿 她說在當地住了25年時間 幸之一來現場還勾歌一曲 稀羅七砍 大家全場跟著大合唱 最後農民朋友他們送上了這一桶 用木桶裝了生薑 意思就是要祝福韓國瑜能夠 一桶江山 嘉義一名陽性大學生 日前在網路上 中求臨時攻讀攝影師 主要就是協助韓國瑜 在嘉義的清靈之旅拍照 結果卻被特定的媒體 臉書社團截圖 說她是要幫韓國來蒸零眼充人數 文章一PO網 就連這名陽同學 她的個資都散布出去 所以無緣無故有人打電話辱罵她 而今天這位大學生在綠社陪同之下 開了記者會 她表示要對黑韓者來提出告訴 新主委女騎士7月初行進西大陸 跟經國路口 當時正式綠燈 沒想到她遇上遠景直行 但是闖了紅燈 結果相撞 導致這名女騎士她的韌帶斷裂開刀 事隔三個月 警方的保險公司說 她必須得要負責70% 警方是負責30% 她真的無法接受 她就控訴警方當時談賠償 結果態度180度大轉變 所以現在警方也說了 雙方沒有辦法和解 是因為和解金額 實在差距太大了 已經將北岸含送了前方偵辦 提醒其電動機車的朋友要注意了 車主發現 採買了一年的電動機車 在關閉的狀態 居然電池疑似自爆 項業者來詢問得到答案是 很可能是因為上個使用者 碰撞過電池 所以在電池的內部受損 造成短路 啟動了卸壓閥 把內部的壓力 氣體給釋放出來 在新竹關係出現了 這竊車分子 不過奇怪的是 經營的車輛開的是銀色碼3 鎖定另一輛藍色碼3 同樣一個車型 同年份的車款 難道是為了變賣零件方便 還是因為是比較熟悉 這防盜措施下手容易 的確這個小偷確實下手是非常快速 3秒鐘解開了車門鎖 坐上車10秒就把車給開走了 甚至還高速從車主面前揚長而去 再看到接下來在車速非常快的一個場合 就是在高雄市運大道 舉行了國際直線競速SDR加年環 不少重量節超跑 經典的改裝車都來了 很多車迷特別來守候 今天這輛是由日本來引進的 極速火箭車 第一次在台灣的街頭參加比賽 這輛被稱為地表最快的 直線加速車輛 365公尺跑道 4.8秒就能夠來充斥 因此不少民眾都是衝著它來 超猛爆發力讓現場觀眾 探為觀止 這輛從日本引進的極速火箭車 頭一回在台灣奔馳 這個是一萬兩千匹的威力 感覺是大概是十幾級的地震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目前是地表最快的一個 直線加速車輛 它0到所謂的305公尺 只需要4秒8的時間 除了火箭車在台灣第一場 接到直線競速賽 總共有8組60輛賽車評輸贏 一般街車48輛無線改裝組 就有11輛賽車奔馳的聲響 每一輛都很吸睛 用賽車 輪胎 油 甚至有很多的零件 渠州 連桿等等的 很多都是一次性的 包含機油 比桂比亮眼不光是改裝車輛 車模穿上性感服飾登場 可是比南台灣的陽光還要耀眼 要亮 要吸睛 要亮 要吸睛 換賽車的部分一天換台1500人 但是外場大概在5000人左右 但是我們現在的票已經超賣了 兩天大概已經相信4000張左右了 以高雄市運大道作為比賽的 直線加速賽 秒秒上演精彩刺激 這支車手們登場前的燒胎 白煙散去 卻在馬路上留下破壞凹陷 主辦單位的善後修補 可得特別當心 記者鄧銘 王嘉慶 連續會SN小組 高雄報導 台灣市證明 長大模特兒圈已經有11年蠟模 在因緣際會之下 接觸了人體彩繪工作 歷經三年多下足苦工 將端午節元素通通畫在人體上 成為一件彩繪旗袍 在今年更是奪下 人體彩繪比賽冠軍殊榮 我們來看看他的奮鬥故事 我要說到在臉部彩繪的話 很多人會想到 異計就是在日本的京都 不過未來如果到這邊旅遊 得要特別注意了 在紙原的花建小路 因為觀光客入侵了私有地 還有擅自對當地的異計來拍照 現在當地社區規定 從25號開始 如果沒有經過許可 在私有道路拍照的話 會開罰1萬日圓 大約只核新台幣2800多塊 頭領少年二強勢回歸 備受關注演員郭書瑤 王彩華在今天來到戲指了 記得說來拔杯 顧少時拔杯兩次 才拔到個醒杯 另外他最近其實很忙 還有演出了電影劇情 他化身為美人魚 但是不會游泳他 直呼真的好難 電影《第九分局》 敘述是陰陽兩季的辦案歧視 在台灣真的有一間 第九分局嗎 帶一來看 為了想要讓陳同嘉恩直寫 蔡政府可以說是招數進出 行人講 蘇仁昌大動作標態支持 死刑定驗就應該執行 要向陳同嘉示警的意味 十分濃厚 蔡曾檢視律師失憤 不過現在似乎是忘了 律師的信條 針對還沒有電影的小燈泡案 來對司法一次下指導旗 針對陳同嘉案 他案子魔鬼穿梭 對此陳同嘉律師出面感嘆 真正無說謊 沈入常態 震驚 國道冷凍貨櫃39人死亡 據信至少六個人來自越南 當中一名犯性女子 此前還跟媽媽對話記錄曝了光 她說自己無法呼吸 快要死了 有安杰麗娜邱莉主演的黑模擬續集 最近公開幕後特效 發現在她身上巨大的黑色翅膀 都是特效造成 說到化學課 這滿滿的符號跟算式 讓學生頭很痛 大陸四川這位化學老師很有心 想從大茶屑珍珠奶茶來當成教材 一堂堂舌尖上的化學課引起了熱烈討論 受到中美貓戰影響 大陸餐飲業聲音下滑 特別高網餐廳撐不下去 而現在為了要刺激內需市場 商場紛紛推出夜間經濟 甚至還跨界賣起了酒來 週末假期全台各地的天氣都很適合來戶外活動 但是要提醒您太陽露臉的時候 依照注意防曬 而在東北風的影響之下 其實白天算是比較舒適 但是早晚天氣來說溫度還是比較偏涼的 因此早出晚歸還是請您記得多加進衣服 特別在中南部日夜溫差是比較明顯的 而另外再來看到 在精明冷天整個天氣狀況差不多 這樣的天氣比較乾冷的天氣會持續到週一 但是下週的天氣會有變化 看到未來一週的天氣變化 首先來看到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水氣依舊是不太多的 依舊是個多雲鬧勤 所以全台各地天氣都是好的 但是到了下週開始要變天了 因為這個時候東北風增強封面通過 因封面北部東半部地區總會猶豫的情形 不過到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水氣再會減少恢復到多雲的天氣 至於明天各地的溫度提供給您 首先來看到北部地區中南部地區 高溫大概都是28 29度左右 明天天氣的差異不太大 跟今天差不多 不過在東北部地區 封面還是有點降雨的情形 降雨機率來到40% 高溫在28度 外島的澎湖 金門 馬祖在這個金門 以及澎湖地區都是多雲鬧勤 馬祖地區還是有機會飄點雨的 最後的氣象停漢廳提供給大家 明天還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不過水氣是比較偏少的 所以多雲鬧勤的天氣還是持續 各地早晚都是有點涼涼 冷冷的 特別特別在次提醒 往南走 往北走的話 天氣的話是早晚 溫差會比較大一點 提供給您 更多新聞 馬上回來 下週就是萬聖節了 小朋友開心變裝 還有糖果可以拿 不過頭很痛的就是爸爸媽媽 今年最紅的裝扮是什麼 帶你來看 雖然15歲的俄羅斯華冰美少女安娜 目前在美國比賽她跳出兩個勾手 四周跳 創下歷史博搭最驚豔的 依舊是安娜居然能夠邊轉圈 邊換一幅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金融英秀 上任一個多月下海走人 原來是被爆料送選民 高級哈密瓜 螃蟹 龜卵等等 昂貴的禮品 還派了秘書出席支持者 葬禮奉上電影有會選嫌疑 恐怕觸犯了公職選舉法 而自己指派的大臣上任 就傳出醜聞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還特別出面 在鏡頭前向全國民眾來道歉 早上蔡英文在假日拼選站 來到了台中 一整天形成滿檔 參加了全國中央商 石友會中南部的後援會 成立大會跑了三個點 過程當中還到南投拉選票 短短運中造訪了台中三次 他解釋台中的地理位置 是全國性的活動